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今日头条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是涉及某名 著名YES933DJ的一起重大车祸死亡事件 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现场的Eleanor 带来最新的状况 喂喂你好 我现在就在案发现场 而在我身旁的其实就是那位 帮助影霜捡死鸟的uncle 你好 你好 叔叔 你拿走那只死鸟之火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只死鸟 因为最近缺鸟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就是把它带回家族 结果是死鸟我有点失望 原来所以你有一次在跟踪新闻嘛 你就知道现在新加坡缺鸟 对 我很想吃鸡饭 好的 谢谢现场的Eleanor 那么在此我要呼吁大家 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车顶 若是发现有鸟的尸体不要紧张 赶紧地购买码票9999 因为鸟的叫声是 啾啾啾啾 OK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OK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种 娱乐性的新闻嘛 因为我离老师他们是离得最近 我看到重庆老师的表情是非常地失望 然后他一直叹气 一直摇头 我就为我的朋友们感觉到非常地压力 那当然除了互动性还有娱乐新闻之外 我们还是有其他新闻的 自然是 因为电台最重要的是分享资讯 不是只有娱乐新闻而已 对 我们还有些婆婆妈妈会关注的一些民生类的新闻 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的 还有一些像是比较重大的新闻 像是什么天灾或人祸这一种的 是 对 因为我以前是电视台记者 对 所以你知道一知道当下的时候 我们是要被派出去拍画面的 但这个时候我在路上我已经听到广播在说 那个哪里哪里发生了瑞士几级的地震 是的 是的 所以广播其实它是很快的 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在更加就是严峻的那种情况下 比如说可能我们大家就是面临战争之类的这种情况 战争应该不可能吧 现在连机都没有了 战争还会圆吗 你 不可以 好了 我们要为与筹吗 我要表达的是这个观点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手机啊还有无线网啊 一般都会没有办法使用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通过广播才能够了解最新的情况啦 对不对 或者是包括就是 all-in-strong的车艇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种娱乐新闻也是只有通过广播才能够听到 想到鸡肉想问你们哦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鸡友都需要有一只鸡的护照 因为他们无法被运输进来所以要自己做custom进新加坡 好的 就是看太多娱乐新闻 对对对我们现在在讲严肃的事情不要就是转移这个话题 好的这以上呢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就是新闻对于广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我要说的是新闻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 那听广播是一个很方便又可以一边做你的事一边听广播 可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是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